五招降低血液粘稠度,荣华,多饮水水堪称来塑效新世纪,一月寒水后的湿水,消化食物时消耗水,都是血液变粘稠的因素,饮水可使血液立刻变息,但饮水要讲科学,对于没有基础疾病者,要掌握耗时机,如清晨起床,三餐前一小时,晚间就紧急喝水200毫升,有心脏,顺脏疾病者,须遵一主意, 饮水,理想的稀释水,是20-25度的白开水或者淡茶水,其张力,密度等都接近血液与组织细胞,值得提倡,多吃具有稀释血液功能的食物,如抑制血小板剧疾,防止血栓形成的有黑木耳,洋葱,柿子椒,香菇及草莓,波罗,柠檬等水果,具有类似阿斯皮林靠名作,用的食物有番茄, 葱葱葡萄,橘子,生姜,具有酱汁作用的有香芹,胡萝卜,摩鱼,山楂,紫菜,海带,玉米,芝麻等,蔬菜与瓜果,出含有大量水分外,其含有的丰富维生素C及粗纤维,可以在肠道阻止胆固醇的吸收,有利于降低血粘稠的程度,多吃大豆,少吃动物内脏, 动物脂肪及甜食动物内脏如猪脑,猪肚,非常及动物脂肪,含有大量的固醇鱼宝壳脂肪,客家种血粘稠程度,促使动脉硬化,甜食糖色多,能升高血中的甘油三肢,也可提升血液的粘稠度,酸残,宜清白一些,玉素为主,粗细粮搭配,坚持体育锻炼如散步,脉胖,太极拳,踏山,游泳等, 一触进血液循环,加快体内的脂肢代谢,戒烟吸烟对心脑血管的危害大家都知道,但其实,戒烟不止预防疾病这么简单,有研究显示,对于轻度高血压,高血质的病人来说,戒烟的效果要远高于用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